人都有老的那天 提到衰老和死亡 很多人都会感到焦虑 害怕满脸皱纹 器官退化 害怕拖累儿女 害怕被世界抛弃 也害怕不能体面地走 哈拉拉,我是萨比 今天要讲的电影是一部关于 如何面对衰老与死亡的剃头匠 靖大爷是个老手艺人 专门给人剃头刮脸 今年92岁高龄 独自生活在北京石刹海的老胡同里 每天早上6点 靖大爷定会雷打不动准时起床 原本家里的老师百中 会准点响零 但最近老钟总是慢五分钟 所以靖大爷起床第一件事 就是把老钟给拨回来 靖大爷一直坚持的第二件事 是每天都给自己收拾得整整齐齐 干干净净 穿戴好后 靖大爷想把老钟带去给钟表架 看看能不能一次修好 他骑上三轮 路过一家卖暴赌的老字号 然后和坐在门口的老友 暴赌张打招呼 暴赌张感叹 靖大爷90好几的岁数 腿脚依旧很利落 像他那种老手艺人 在北京是很难找到了 老字号的继承人是暴赌张儿子 五十来岁 人称小暴赌张 说来也久远 靖大爷初出给暴赌张理发的时候 小暴赌张还没出生呢 小暴赌张不懂 想让他爹到附近新开的发廊 去体验体验 暴赌张摆了摆手 坚决不改自己的老习惯 小暴赌张劝他爹 做人要与时俱进 暴赌张打了个比方 像大街上 山城海卫大饭店有的事 人家干嘛非吃咱暴赌了呀 靖大爷来到钟表店 店员准备帮他修老钟 眼看着就要上工具 店长突然拦了下来 店长觉得钟还在走 没必要修 慢五分钟不是事 靖大爷心里有数就行 靖大爷一听 以为店长是不愿意修 店长连忙解释 说像这种老古董 就怕给修坏 那天彻底不走了 再拿来修也不迟 靖大爷觉得也在理 店长趁机推销起电子表来 走时准确 价格也不贵 靖大爷一句话也没再听 抱着老钟走出了店面 人刚踏出大门 店长45度向上的嘴角 瞬间就变成了负45度 他批评店员说 有别是个老厂 靖大爷每个月 都固定给几个老主顾里头 老米是其中一个 靖大爷一进老米屋 就开始念叨 叫他积极生活 房间有味道 靖大爷就帮他打开大门通风 太阳晒屁股 靖大爷就替他拉开窗帘透光 老米喜欢宅在家 靖大爷就劝他别老躺着 多活动活动 该吃吃该喝喝 别招人家讨厌 老米对生活完全摆烂 觉得自己老了 有一天每一天的 谁还会看自己 比起老米 靖大爷的生活态度就很积极 他不在乎有没有人看 只在乎自己是不是过得窝囊 靖大爷给老米一顿收拾 临走前继续开导老朋友 能动弹就去外面溜溜弯 没事就跟邻居街坊玩玩牌 数点钱无所谓 主要是兼顾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 穿上新衣裳 干干净净 利利索索的 靖大爷和他的老主顾们 都住在胡同里的老破小 这些老宅位置好 建在鼓头脚下中足线上 相当于踩着龙脉 用迷信一点的话说 风水好能发财 但好事不长 街坊邻居们住了一辈子的大宅院 即将迎来拆迁 拆迁办到靖大爷老宅 凉了又凉 侧了又侧 一回比一回面积大 这是因为 靖大爷的儿子大为 为了多拿一点拆迁款 临时在老宅外 扩建了一个小屋 大为想就这么糊弄过去 但碰巧房主回来了 拆迁办告诉靖大爷 新盖的房不能算面积 这是国家规定 靖大爷倒是洒脱 随口说了句 不算就不算嘛 靖大爷如此配合 拆迁办连连道谢 然后在墙上写了个折字 少拿点赔款好说 字写错 靖大爷可忍不了 他最看不惯马马虎虎的人 于是要求拆迁办 务必把拆字写得清清楚楚 拆迁办走后 老宅里只剩靖大爷和大为了 大为好不容易打得歪心思 不仅半点赔款没拿到 还亏了小屋的修建费 其实也不能怪大为这么斤斤计较 大儿媳怀了孕 他快要当爷爷 靖大爷也要荣生为曾祖父老 但现在大儿子一家还只能租房住 因为大儿子下了岗 两口子天天吵架 全家人都靠大为微薄着退休金生活 自己又有高血压 连买药的钱都没有 大为说这些话时 靖大爷就在一旁默默听着 什么话也没说 第二天六点的时钟响起 靖大爷睁着眼睛 似乎彻夜未眠 他看了眼窗外升起的太阳 轻轻叹了口气 靖大爷查看强盛的挂历 今天是帮老赵剃头的日子 老赵身患完疾 腿脚不变 平日里都是邻居大婶照顾 经过靖大爷一番修理 老赵变得干干净净 利利索索 哪里还有万分病人的样子 忙活完后 靖大爷还赠送了个放睡 放睡是剃头匠的绝活 是一套从头到腰的推拿术 一般是掌柜赠送给老主顾的 用老赵的话来说 那也不要钱 送的就是交情 说到交情 老赵想起靖大爷 服务过的大人物们 有名的 有钱的 有权的 像副作义 谭新培 梅兰芳 上小云什么的 一谎言几十年过去 这些人早就没了 对于靖大爷来说 不管再怎么有名 有钱 有权 怎么活着 都是一辈子 撇开这些名人不说 就最近几年 靖大爷剔头的老街坊们 也都走了四百多个人了 靖大爷都数着呢 老赵行动不便 让靖大爷自己从抽屉里拿钱 那些钱都是老赵儿子孝敬的 一想到儿子 老赵气不打一处来 几个月了 连人影都没见着 就像没这个爹似的 打发俩臭钱装孝敬 其实就是惦记这套拆迁房 不得不说 老赵心里看得明白 这些年都是邻居们互相帮衬 他立下誓言 一旦去世 就把这房送给街坊 谁对自己好就给谁 一旁的大婶听着这话 心里简直乐开了花 老赵还让靖大爷作证 他明天就去公证 那么大年纪 说走就走了 要钱还有什么用 靖大爷上午给人剃完头 下午就约街坊老友打打牌 一边玩一边唠唠嗑 暴赌张说起自己的同门师兄 鼓楼的暴赌流 他们年轻的时候一起练摊 没想到前几天 暴赌流人就没了 人到老年 身边的朋友一个个离去 尽管大家感慨良多 但人总有走的那天 又到给老米理发的日子 不管靖大爷怎么叫门 屋内就是没人答应 他只好直接推门而入 电视里还播放着 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倒计时 老米却悄无声息地离开了 电影在这里暗示当年拆迁的原因 05年的纪录片 暴赌张和老吉佳有提到 为了迎接08年的奥运会 市政府准备 对石刹海老城区进行改造 许多居民都面临着搬迁的问题 看到老米的尸体 靖大爷心情很复杂 在屋外抽起了一根烟来 等殡仪馆的人拖走尸体后 靖大爷也该打道回府了 但老米养的那只黑猫 悄悄爬上了靖大爷的三轮车 靖大爷赶走了黑猫继续骑车 半路突然停下 回头一望 黑猫自己又跑了上来 这一次 靖大爷没再赶猫走 而是让他跟着自己 靖大爷偶尔会去暴赌张那搓一顿 这次他没有进去 只是呆呆站在门外 盯着餐馆里的一对小情侣 小暴赌张望见了 吆喝着让靖大爷进屋 和小情侣商量能否换个位 这个座是暴赌张专门留给靖大爷的 几十年的老习惯了 而且靖大爷九十多岁 年轻人不说尊老挨幼 也要换位思考一下 毕竟将来谁都有老的时候 只是小情侣并不愿意 说什么也不肯换座 靖大爷觉得这事没必要争 他打包回去吃就行 回家后 靖大爷没有吃饭 而是看着老中发起呆 直到十二点的钟声响起 他才轻叹一口气 拆开外卖盒 把暴赌拨弄进瓷碗里 黑猫喵喵喵地跑过来 抢过靖大爷碗里的食物 靖大爷随他去了 放下碗筷走到挂历前 在老敏那栏画上一个圆圈 这时居委会主任上门通知靖大爷 要换第二代身份证了 他得准备一张最近的照片 今天是暴赌张剃头的日子 暴赌张感慨良多 三年的剪子 五年的刀 当年靖大爷学剃头 就当了三年徒 跟现在年轻人上大学一样 年轻人头发多 好剃 老年人就不行了 多快的刀 下去都得留几根 暴赌张喜欢以前的老师剃头 弄不来现在的新式理发 电推子听着心里闹得慌 香薄T恤高 纹着恶心的慌 他只能用手动推子和肥皂 这肥皂过去叫椅子 剃起来舒服 胃正 这叫传统文化 靖大爷谦虚地说 传统文化还得看暴赌张 说起家族视野 暴赌张多少有些遗憾 手艺是从他父亲那传下来的 至今传了三代 现在孙子非要学画画 暴赌手艺后继无人漏 为了换二代身份证 靖大爷去拍了证件照 然后又越街坊打麻将 靖大爷说起上一次照相 是几十年前的事了 现在满头白发 满脸皱纹 照相还有什么意思 其实不止他一个人这样 大家都有这个问题 其中一个麻友告诉他 再怎么老也得拍张照 就怕哪天一毕业 灵堂上连张遗像都没有 老米就这样 死的时候 只翻出张三四十岁的旧照片 出病的时候 儿子抱着 这不是惹人笑话吗 靖大爷是第一个发现 老米死的 尸体在家放了三四天 胡子拉叉的都臭了 实在不像样子 人活一辈子 走的时候 也应该干干净净 利利索索的 晚上九点的钟声响起 靖大爷今天没有按时睡觉 他翻出压箱底的相册 看着年轻时候的照片 自己问自己 这是谁呀 我怎么不认识 终于等到取证件照的日子 时隔几十年才拍的新相片 靖大爷却不怎么满意 他拿给儿子大卫看 大卫觉得 这相片只是用来做身份证 差不多得了 要求不要太高 靖大爷心里可不这么想 照好一点 万一有什么用处呢 大卫没明白靖大爷的意思 反而倒起苦水来 他自打退休就没照过相 这岁数自己看自己都别扭 更不要说给别人看了 照相就是白花钱 有那点钱还不如买药吃 公非医疗报销的药 吃完血压降不下来 好药又买不起 心脏也不好 浑身都是病 看一次病就得一两百 现在大儿子下了岗 大儿媳生了孙子 全家人都吃他一个人的退休金 每次来靖大爷这里 大卫念来念去总是这些事 每句话每个字都在哭穷 靖大爷默默听着 从床底拿出个鞋盒 在盒里抽出一叠红色的票子 让大卫买点好药 别穷对付 顺便给大儿媳买点吃的 又到了给老赵剃头的日子 靖大爷叫换老赵名字 屋里却没一点回应 靖大爷以为老赵走了 听邻居大婶说才知道 老赵的确走了 但是是去享福 他儿子用小汽车把他接走了 连个招呼都不打 大婶越说越气 拿出老赵留在他那的装老衣服和遗像 以前说的好好的 万一有个好歹 就拜托大婶给他换上衣服 再请靖大爷过来 理理发整整容 之前老说把大婶当家人 现在连人影都见不着 在大婶的妈妈咧咧声中 靖大爷骑着车离开了 看到老赵准备的东西 靖大爷才懂得 原来人走的时候 是要有身装老衣服的 靖大爷想买件中山装 但跑遍了整个商场 也都只有卖西装的 用店员的话讲 现在这个年代 谁还买中山装啊 店员给靖大爷推荐几套西装 但西装对于靖大爷来说 不够庄重 也不够大方 不适合穿在遗体上 在店员的介绍下 靖大爷找到一家老门脸 量身定做了一套中山装 靖大爷刚回到家 就被老赵儿子 请上了小轿车 老赵儿子说 他爹头发和胡子长长了 谁也不让动 只要靖大爷 别说靖大爷不愿意去 他也不愿意来 这么远的路 剔个头还不够他加油的钱 自从接老赵回家 他几乎每天都在闹 说想回去 住自己的破房子 老赵儿子坚决不同意 因为那房子要拆迁了 再破也值七八十万 原本几个月 见不着一次的儿子 这次好心接老赵一块住 这心思 靖大爷一听就明白了 一路上老赵儿子碎碎念 靖大爷却什么话也没说 刚到家 老赵儿媳就给靖大爷脸色看 要求一个90多岁的老人家 自己换鞋 老赵儿子可不像媳妇那么刻薄 表面功夫他还是要做的 他蹲下身来给靖大爷换鞋 进屋后 靖大爷看见老赵躲在被窝里哭 听到儿子说靖大爷来了 老赵这才从被窝里慢慢摊出脑袋 剔头之前需要打盆热水 老赵儿媳不情不愿地端来水盆 热水备好后需要磨刀 靖大爷想找地方挂当刀布 儿媳怕他弄坏衣柜 夺过当刀布扔给老赵儿子 满脸都是嫌弃 把靖大爷送回去的时候 老赵儿子递给他一百块钱 靖大爷没接 他又抽出一百块来 没想到 靖大爷一分钱不要 直接下车走了 上次照片没拍好 靖大爷请了报赌张的孙子 来给他画张肖像画 因为报赌张的孙子说过 拍照拍不出灵魂 画画能画出人物的感情来 报赌张的孙子 让靖大爷想点什么 能让他记得起来高兴的事 靖大爷却说 他是个什么都不想的人 事情过去就忘 他心里也不记着 不然累得慌 报赌张的孙子说 既然想不到过去的事 就想想将来吧 不知道靖大爷想到什么 情绪是有了 只是那并不是开心 而是难过 镜头一转 来到报赌张家里 四个街坊正在打麻将 其中一人告诉大家 老赵走了 虽说人迟早要走 但老赵死在他儿子家 死的窝囊 丧事也敲没声息的就打发了 对于这件事 报赌张的想法不同 现在社会竞争多激烈 他们应该替孩子们想想 儿女都活了五六十了 别给他们添麻烦 话是这么说 但身后事也不可能死人自己给自己办啊 画了一上午 靖大爷的肖像画终于完成了 他也看不懂画 只是觉得有点不像自己 报赌张的孙子说 画肖像不仅要求形似 更要求神似 他把一个老人的内心都给画了出来 最近离世的街坊越来越多 靖大爷和报赌张的闲聊内容 也总往身后室这方面去 老人家想要体面的走 虽然不要求有多大排场 但至少得干干净净的 主要是少给儿女添麻烦 他们也不容易 报赌张没和孩子们商量 自己联系了清真寺 他还给靖大爷支招 让他给殡仪馆打个招呼 规格排场花圈 整容不整容 只要打个电话 这些殡仪馆都会安排妥当 靖大爷听进去了 他到路边用公用电话 给殡仪馆打了过去 问丧事一般要办理什么手续 电话那头一一列出 身份证明 联系方式 子女或亲属的委托书 服装遗像 和500字的生平简介 然后殡仪馆开始推销起来 比如接送遗体的车辆 就有四种规格可选 遗体告别式 共有五种型号 花圈有塑料的 也有鲜花 租借就相对便宜一些 吹奏哀乐的仪仗队 有四人 八人和十二人的 首付30%为定金 然后我们签署正式合同 推销的话术 靖大爷一个字也没听进去 他只系下了服装遗像 和那500字的生平简介 晚上靖大爷拿出录音机 开始录制自己的人生故事 靖大爷全名叫靖广才 民国二年 也就是1913年出生于北京 他跟着王守义先生读私塾 念过百家姓 三字经 千字文 中庸 大学 论语 孟子 认识不少的字 可他不是读书的了 就跑去学武术 想要闯荡江湖 这时没成 他又想学唱戏 当一名武生 可他的父母不答应 最后实在没法 他学了剃头 学徒三年 刚进门就给师父师母 倒尿盆 说完这些 靖大爷停了一下 因为他不知道 500字到底有多少 靖大爷索性不管了 录多少 是多少吧 他说起年轻时候 给一个司令剃头的故事 那天他有点累 不小心把司令的眉毛刮掉了 他突然害怕得不困了 回到家后 他也一直担心司令会找他麻烦 直到半个月过去 他心里才踏实 一个月后 司令又叫他上门 问他 自己的眉毛长出来没有 原来司令一直知道这事 而且语气里没有半分则怪 之后司令对靖大爷 像是对一家人一样 总是叫他一起玩牌 靖大爷从司令身上 学到不少东西 尤其是容人之量 回望自己一生 靖大爷还是比较满意的 他好交朋友 没和人吵过架 也从不欠钱 对穷的 有钱的 当官的顾客 他都一视同仁 他有过两个老伴 都是好人 会过日子 还有一个儿子 靖大为 大为不争气 从小不爱读书 送他学唱戏 学武术 全都半途而废 之后大为又去当工人 和同事关系不好 和街坊邻居也不来往 自己弄得一身毛病 退休后毛病还不改 没一处随靖大爷 我说的干什么呀 靖大爷也不知道 自己怎么就说起大为来了 他关掉录音机 画了一盘磁带听取 靖大爷的心绪 不知道飘到了哪里 黑猫在他面前 把磁带弄坏了 他也懒得去管了 第二天一早 居委会主任 送来新的身份证 有消息20年 他想起第一次 发身份证时 他才70多岁 那时候他觉得 领身份证这种事 不会再有第二次 没想到 今天又换了张新的 主任问靖大爷 长寿的秘诀 靖大爷哪有什么秘诀 他说 人老了只剩三样东西 怕死 贪生 睡不着觉 他河边不一样 他不贪钱 也不怕死 睡觉 沾枕头就着 告别了主任 靖大爷出门溜弯 眼睛突然 有点看不清东西 他赶紧停下三轮 靠在城墙下 端坐着 他刚掏出梳子 想在死前 整整齐齐的 忽然就没了意识 热闹的街道 突然变得安静 仿佛这世界 与靖大爷再无关联 过了好一会儿 靖大爷才慢慢 恢复听觉 他微微张开眼睛 世界又变得清晰明亮起来 他梳了梳头发 然后来到城墙外一家 名叫理发大师 板村王的剃头摊 这个摊位 是他每天的必经之路 但每次 他都静止骑车而去 这是他第一次 停下脚步 请别的师父 为自己剃头 靖大爷告诉师父 头上去一指 后边却两指 两边找齐 明天他要照相 短了不好看 几天后 靖大爷取到了新相片 作为一项 他很是满意 一项前面摆放着 他新作的中山装 整整齐齐 干干净净的 靖大爷看着 自己的一项发起呆 一看就是一整晚 隔天早上快六点的时候 老钟摆不动了 渐渐停了下来 八点多的时候 大卫来敲门 里面全没人回应 他直接走进屋 一眼就看到了 靖大爷的遗像和衣服 谁呀 靖大爷没什么事 就是老钟彻底坏了 他也睡过头了 大卫拿起遗像 问靖大爷 怎么不交给他办 靖大爷没接这话 只问大卫来 有什么事 大卫告诉靖大爷 大儿媳生了个 八斤重的男孩 一转眼 自己竟然当爷爷了 说着 靖大爷又从床底 掏出鞋盒 想要给儿子 一点零花钱 但这次大卫没拿钱 而是带走了 靖大爷的遗像和衣服 这个 我给您收着 大卫走后 靖大爷又一次 把老钟打包好 骑着三轮 驶出了家门 电影结尾 北京下起 挨挨白雪 好像有那么一刹那 这座城市 又变成了北平 拆迁办的 依然在墙上 刷着钗子 路过的行人 问他什么时候拆 拆迁办的 也不确定 只是说 估计快了吧 剃头将不经任何伪装 凭借源于生活的真实感 打动观众的内心 所有的演员 都是本色出演 据文讲的 也都是真人真事 主角靖大爷 原名靖奎 1914年出生于北京 从业剃头80年 2014年因肺炎逝世 享年101岁 靖大爷死后 灵堂前摆放的遗像 正是他在电影 剃头将中 最后拍摄的那张 靖大爷在 北京日报的采访中 聊过自己的一生 他是顺义农村人 15岁时 独自跑到北京当北漂 在一家裁缝店做学徒 手艺没学到 只剩打杂和挨打了 有一次 掌柜的污蔑他偷钱 靖大爷十分委屈 他觉得当学徒 可以任人打骂 但不能被冤枉侮辱 于是靖大爷在一气之下 把掌柜的吵了 那时候伺候人的理发行业 属于下酒流 但靖大爷迫于生计 进理发店当学徒 他本来想先勉强干着这行 谁知道 择一叶就是一生 靖大爷二十岁出师 用攒下的一千多块 开了两家理发店 自己当掌柜的 那时候 靖大爷的理发店生意红火 因为他有一手绝活 放税 他自己买书研究穴位 还讨教老师傅按摩手法 电影里的老赵就说过 靖大爷的放税 能把鼻涕眼泪都捏出来 既排火又排毒 除了好手艺以外 靖大爷还有颗 对工作一丝不苟的心 他的客人不分贵贱 有学生 百姓 工人 也有官员和社会名流 但无论是谁来理发 都得按规矩排队 靖大爷必须摸清 每个人的头型 才肯动茧子 绝对没有一丝马虎 他的学徒曾经问过他 让达官贵人们排队等 不怕得罪人吗 靖大爷回答 他不贪图别人什么东西 也不求人办事 没什么得罪不得罪的 靖大爷兼备大师手艺 和匠人精神 还有 让人敬佩的品行 他热心肠 不计较 免费帮穷人剔头 街坊邻居遇到什么困难 凡是有能力办的 他都会帮忙办 用他的话说 干商业的 怎么静定在一个钳子上呢 后来随着时代变革 靖大爷的两家店面 陆续关了门 他从干理发师的做商 变成做剃头匠的油商 讲到这里必须科普一下 理发师和剃头匠的区别 理发师是在店面里工作 被人称作做商 剃头匠一般是 挑着行头四处招揽生意 遇到客人就停下来干活 所以被称为油商 在那个年代 虽然服务行业都是下酒流 但理发师是要比剃头匠更体面的 当时靖大爷经历变革 从风光无限的明星理发师 变成了走街串巷的剃头匠 他心里也是经历过一番挣扎的 因为害怕没面子 后来靖大爷想明白了 人要知道屈身 于是正式开始剃头匠的生涯 老主顾门几乎都是街坊邻居 在靖大爷这里 一剃就是几十年 每次五元从不涨价 02年的纪录片 靖大爷和他的老主顾门 就讲述了他晚年的油商生活 也记录了 靖大爷和老主顾门 面对衰老和死亡的不同态度 纪录片和电影有些相同的内容 所以我只挑电影没有的来讲 比如靖大爷的老主顾 赵明 今年85岁得了脑血栓 行动不便 没人照顾 生活特别消极 靖大爷就劝赵明说 人要自己对付自己 别指望着别人来帮 依靠思想要去掉 做不了饭 就吃口糕点 喝点奶粉 不要吃一天饿一天 生活一定要有制度 找点活干也好 待着也行 想活到九十也好 一百也行 计划多花点钱也好 觉得自己岁数大了 要钱没用也行 人总要有一个想法 靖大爷说这些 就是想鼓励 生活绝望的赵明 要有心有茶地活着 靖大爷的另一位主顾 张老 今年80岁 身体老化 走不动路 他女儿上班忙 不能每天照顾他 老张身边只有一个护工 有天护工出门买菜 张老一个人在家 摔破了头 靖大爷摸着张老的伤疤 像家人一般的 反复叮嘱护工 让他一定要看好老张 别留他自己待着 影片中还有一个细节 拍摄纪录片时 有导演在场 开着摄像机 全程录制 张老的裤子 却是没穿好的 再联系护工说的 他出门买菜前 把盆留在屋里 方便张老 拉屎拉尿 我们能感觉到 护工照顾的不细致 张老在万人面前的不自在 自己的迥态 暴露的到处都是 更不要谈什么尊严了 张老不善言辞 但他脸上总是挂着 对生活的无奈 靖大爷对张老说 女儿隔几天就来看望他 这已经很不错了 过去没有退休 一说 生儿育女可以替自己养老 但现在时代不一样了 如果非要儿女照顾 他们有钱 自然好养活父母 没钱 他们也跟着受罪 对于张老疾病缠身这事 靖大爷觉得那是很正常的 是个人都会生病 但只要乐观地想 心里就不受罪了 张老是给自己添度 另一位老人 马富贵 是给家里人添度 马富贵84岁的高龄 身体还不错 就是有点耳背 拍摄期间 女儿一直碎碎念 说父亲是个老顽童 不爱活动 成天躺着 白天睡觉 半夜醒来闹 不喜欢吃的东西就扔 儿女挣钱也不容易 父亲就是没个体谅的心 最令人糟心的是 马富贵总把死字挂在嘴边 靖大爷在礼物厅着 笑着吼出一句 你活着呢 靖大爷用自己的精神 感染着别人 给那些疾病缠身的老主顾们 带去一点点生活的光 也为即将奔赴皇权的人 做最后的送行与告别 穆老人85岁 已是将死之人 他骨兽临寻 精神伪名 靖大爷看一眼就明白 活不了多久了 那也是他给穆老人的最后一次刮脸 刮着刮着 穆老人眼角流出泪水 对于老主顾们相继离开 靖大爷在北京日报的采访中说 每一次的最后一次 都是他在为老主顾们送行 谁都有那么一天 以后他走了 见到老主顾们 他们还会感谢靖大爷 让他们体面地走呢 后来靖大爷又跑了几个老主顾 有的谈起穆老人 有的感叹自己的人生 但他们都有一个共识 做人要知足常乐 就像96岁的米连城一样 年近百岁精神抖擞 靖大爷问起他的长寿秘诀 他打了个比方 做人生不带来死不带走 有多少房称多少产 皇上坐拥天下 修建七百的宫殿 最后也奔赴皇权了 所以不管是谁 活多大也得回去 人生啊就是一场大梦 纪录片结尾有那么一段旁白 道出了靖大爷的人生态度 想不通就是受罪 想通了就是幸福 这部湿润酒导演的纪录片 靖大爷和他的老主顾们 上映于2002年 要比电影剃头匠早四年 导演哈斯昭鲁 就是深受纪录片打动 坚持要找靖大爷拍电影 于是在06年的时候 电影剃头匠诞生了 拍摄电影的时候 靖大爷已经是90多岁的高龄 全剧组的人都把老爷子当成国宝 怕他累 怕他身体吃不消 但靖大爷比很多专业演员 更能吃苦耐劳 最后一场戏 他在片场老出汗 导演让他赶紧去医院 靖大爷却坚持要拍完最后一个镜头 好在最后 靖大爷身体没大碍 出汗只是因为压力大 被累坏了 值得高兴的是 剃头匠掌获了好几个大价 也让靖大爷在晚年的时候 体验到了拍电影的乐趣 他把剧照贴在床头 打趣地说 那是一部教育片 一个剃头匠从容面对死亡的故事 靖大爷在中戏放映的时候 学生问靖大爷对死亡的态度 靖大爷总是想方设法的 转移话题糊弄过去 他不愿提起这个沉重的话题 靖大爷的态度全在影片里了 就像直视死亡的勇气 一书里说的那样 我们表面上谈的是死亡 实则阐述 好好活的勇气与热情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